如果说50周年纪念版的弯弯蓝是向情怀致敬 但性能却向GT妥协 那Nissimo版本绝对是弯弯大佬严君弘志对血腥的一把武器 Nissimo全称的是Nissimo Motorsports International Company 是日产旗下专注于赛车运动和车辆改装的日产国际汽车运动公司 可以说他们拥有日产在跑车领域最尖端的技术 那么由他们打造的GT-R实力自然就不可小看 他刚刚在日本的驻博赛道以59.712秒的成绩 干掉了之前的记录保持者保时界911GT3 成为了这个赛道的世界最速量产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台刚刚打破记录的GT-R Nissimo到底长什么样 那Nissimo的首要目的就是更快更强 所以从这个车的外观上来看 除了极致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的修改之外 它的整个外观很多的地方都使用了碳心微镜 包括这个前机器盖子还有前后保眼杠以及前翼子板 甚至是车顶跟后备箱都使用了碳纤维 那么通过这个大量使用的碳纤维镜 帮助这台Nissimo的GT-R减重了10.5公斤 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轻量化的设计 使得这台整车减重了超过20公斤 那么打开这个机器盖子呢 下面就是这个R35标志性的V6 3.8T双温增压放动机 然后在这台是600匹 同时呢它采用了一个跟AMG类似的ENE机的这么一个设计 在横并的工厂呢有5位经过培训的匠人 来帮你手工的来组装这个放动机 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名牌会显示着那个匠人的名字 那么来到车身的侧面呢 我可以看到啊在前翼子板这边呢 有一个跟GT-R GT3赛车上非常相似的设计 在前翼子板上呢会有一个开口 这个开口呢可以给车身的前部提供额外的7公斤的下力 同时呢还有利于车身的稳定性 此外呢也可以帮你把这个放动机舱的热量带出来 那么来到这个刹车部分呢 是由Brambo为它打造了一个前6核塞后4核塞的一个探陶刹车 这个刹车的尺寸呢应该是目前在日本的性能车上能找到的最大尺寸的刹车 前面有410毫米后面有390毫米 此外呢它还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耐高温的能力 最高的温度可以来到1000摄氏度的这个状态下 还能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刹车的表现 然后轮圈的部分呢同样是由瑞斯提供的一个锻道轮圈 但是它轮圈的样式呢跟普通的GT-R呢就不太一样了 它采用了一个9幅的设计 同时看起来呢也更加的干练简单 在轮胎部分呢它使用了一个邓路浦的高性能的轮胎 它比之前的版本呢要更加的宽 同时呢这个凹槽呢也会更少 所以说提高了11%的有效接地面积 也就造成了你在弯中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好的转向能力 同时你驾驶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转弯的感觉 那么来到车身后面呢同样呢 映入眼帘的是这4个标志性的尾灯 然后在它上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判线V的尾翼 可以给你提供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 然后再往下走呢是一个跟普通GT-R不太一样的 一个扩散器啊 它上面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造型 然后包裹着呢是这个双边刺出的钛合金稍短的排气 一坐下来之后呢就会给你一种非常战斗 想要去到赛道里去体验驾驶乐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另外在方向盘的后面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指针仪表 但是它的这个仪表盘的底部呢改成了一个红色的设计 最高呢可以到8000转就刺激着你去激进的驾驶这台车 座椅方面 座椅方面呢也是给我一个感觉跟普通版本非常不一样啊 在普通版本也就是50周年的那个版本上呢 我跟光光坐进去之后呢 因为可能我最近确实有点胖了啊 感觉坐不太进去总感觉后面被夹着 而且它又不能够调节 但这一台不知道是Recaro去考虑到这个驾驶员 可能会去穿上一个赛车服或怎样 它的座椅 我们两个人同样的感觉都是我现在可以坐进来了 感觉这个包裹性很好 它的这个宽度加减的程度都非常的OK啊 这点是我在这台车找到的一个非常惊人的 让我喜欢的地方 另外呢这台车已经是超过20万的售价了 在这个空调厨房口里面呢 仍然是一个采用一个没有阻尼的设计 我觉得这一块就有点说不太过去了 另外在这个车顶的外部呢 它是一个碳纤维的材质 但是呢它使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压柱的工艺 就是它会用一块碳板 跟一个这种轻量的一个高密度的泡沫 去进行一个压柱来打造的这么一个碳顶啊 它的好处是更轻 同时呢也更加的坚固 以及呢它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隔音的体验 此外呢在这个车的下面呢也是一块一整片的碳纤维的护底 不仅可以帮你来凭整底下的乱流 同时呢还可以保护到你的放送机变速箱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GTR的这个首席产品专家 田村洪志 也就是我们说的之前的这个湾岸大佬 它对于这台NismoGTR呢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情感的 因为这一台Nismo是真正让你出去跟人打架用的一台一台兵器 应该说 呃它对这台车的评价是 这是一台坚固街道与赛道双修 同时呢是一台非常平衡且极端的高性能车 记住啊平衡且极端的高性能车 那平衡来自于哪 平衡就来自于它的这台车的发动机的数据 它仍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台3.8T的V6双温能增加发动机 最大的马力呢有600匹 最大的扭力呢有652牛米 从账面上来看 它不算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 因为你要知道 这台NismoGTR要卖到21万美金以上 回到我们刚才那句话 田村洪志对于这台车的期望是平衡且极端 平衡就来自于发动机的数据 因为它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发动机呢 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啊 这个车在他们当年跑弯按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车一共有4个轮子 每个轮子可以最大承受的极限 就是150匹 所以这4个轮子加在一起600匹 整好 那么也就是说 他说你如果你的马力太多了之后 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个短板 假如说你的悬挂跟不上 或者你的刹车跟不上 那么其实你多余的这个动力是发挥不出来的 所以说平衡就被很好的演绎在这台车里面 这台车给你600匹够不够 我告诉你足够了 为什么说它足够了 因为在刚刚就在我们试驾这台车的前几天 这台车刚刚在日本的主播赛道 干掉了保时捷91GT3 成为这个赛道现在的全世界的最速量产车 0百加速2.7秒 急速轻松破300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它尽管是应该使用的那台 非常也不知道老旧 很传统的一台 用了十几年的发动机 但是它给这台Nissimo版本GTR 使用了一个来自于GTRGT3赛车的一个全新的涡轮 这个涡轮它的质量更轻 同时它也减少了涡轮液偏的数量 也就造成了它的整个的响应会更加的快 那么在你开起来的时候 就是那一脚油门下去之后 它整个发动机给你带来的回馈会更加的直接 它也搭配了一个全新的点火系统 所以它整个让这台车的发动机的脾气 都更加的偏向于一个赛道车 也就是说它的发力点的转速会更加的高 那么也就是在你激进驾驶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台车开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 但是在日常的时候它的发力点就会来的稍微有一点晚了 那么来到变速箱这个方面 Nissimo版本的变速箱与普通的变速箱也有很大的不同 它不仅重量更轻 同时它的换档还来的更加的快 同时它也修改了这个换档逻辑 即使你在出弯的时候稍微的松立脚油 它也不会很积极的帮你去做一个升档的动作 那这个Nissimo版本的GTR呢 使用了一个Buston的电购悬架 工厂说呢 他们希望通过调整来确保它的高速弯道的稳定性 同时呢 在3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你也会感觉到这个车身的驾驶起来呢 是非常平稳的 虽然我们今天呢 没有办法体验这种急速的快感啊 但是在现实的驾驶中呢 你会感觉开起来这台车会更快更安全 应该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激进驾驶的人 那么这台车你会觉得它哪哪都对 哪哪都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日常驾驶的时候呢 可能就有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就是它的这个探桃刹车 我们刚刚说过啊 这个探桃刹车是目前你在日本车厂 能找到最大的一片探桃刹车了 前面是410后面是390 非常夸张的一个尺寸啊 但是探桃刹车的好处呢 它是可以让你在一个极高的一个温度下 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表现 但是对不起 如果是在日常的情况下呢 你就稍微有一点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是在洛杉矶早上七八点钟啊 大概外面的温度呢是10度左右 这个时候你出去 如果说一脚重刹车下去的话 你会感觉到你的刹车距离要比你预想的要长的 多的多的多 因为这个探桃刹车呢 它确实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温度下工作啊 但是在低温的时候 它的温度没上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表现就变得非常的差 而且呢 它的散热功能又很好 所以在冬天这种日常驾驶的时候 并不是频繁刹车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非常小心了 Nismo就是一台给你更少电子化 真正可以出去给人打架的GTR 可以说这台Nismo的GTR呢 是目前最硬派 同时也是最贵的一台GTR 因为在美国普通的GTR 也不过就是11万3千美金起 这台Nismo的版本要21万美金 您可能觉得它有点贵啊 但是给您10万美金 您也改不成Nismo目前的这个状态 田泽洪志的一个好朋友呢 在开过这台车之后就非常的失落 因为他发现自己精心改装的 这个超过700匹的R35 还是干不过这台600匹的Nismo 那用郑哥那句话来说呢 就是贵可能不是他的缺点 是我的缺点 好了那这些罗贝美大事就结束了 希望你的朋友呢 希望你们多多的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